你一开始可能只是怀疑 后面是你做出一个 ok 我理解孕吐这件事情了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孕吐 他先吐了一滩 水 然后他跟我说全部都是口水 你说你还没开始吐 然后瞬间 一口全部把该吐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然后我突然之后 我们就立刻去吃东西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狼的频道 我是兔兔 狼 记上次我们厌孕之后 今天要去做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去听 恭喜的心跳 没错 多大他可以听他的心跳 七八周大的时候 我们留在美国已经比较久 所以刚好是可以会RSMC去听恭喜的心跳的 就是一个确认他有长大 对 因为其实心脏是要一阵子之后才会长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间就是他心脏差不多长完 就可以去听他的心跳这样 对 那我们再去RSMC之前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本孕妇在此段期间内有哪一些 怀孕初期的症状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亲身经历 怀孕头一两个月目前遇到的状况 那我现在请小狼就是在找这个网路上面查找这个 孕妇初期会有的症状 看我有没有 如果我有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 来 第一个 对温度变化敏感 Depends 可是如果我吸一口气 我曾经去超市 我就是吸到一口冷空气 我就觉得我快受不了 然后我吸了那口冷空气 我就觉得好想吐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算吧 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你们去超市啊 他一定会有冷藏柜卖 生鲜蔬菜啊 那种地方 那一吸到那个喷出来冷空气就 身体是抗拒靠近这样子 我那次是我第一次怀疑我没有孕吐 我就一直问他说我这样是孕吐吗 那时候我才怀孕可能五周而已 四五周 不知道是不是 你那时候也很紧张 我不知道什么 你觉得这样吐吗 怎么办我拿袋子给你吗 我还会帮他看一下 这里没有什么感觉 我还在很认真感觉一下 没有风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找蔬菜跟肉这样 他就把我搁置在一个温度没有改变的地方 然后他自己去探险 对我原来是探险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近那个地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头晕头痛 还好 但是我 有晕 贫血 你有晕 是哦 那个是晕吗 我那次是去好市多 又不是卖场 我去好市多的时候 我那一个认真觉得我 零肉分离 我觉得我没有活着 我就觉得你在走你的 可是我就觉得 我好像只是在看着这个世界的运行 我一直打哈欠 可以扶着 我就会扶着 然后我就说 我是不是贫血了 然后我们还上网查说 应付会不会贫血 头晕 你真的是把我吓到一个不行 那时候还排队排超久 因为系统异常 能结账的柜台很少 打排场 然后我们光排队 最后排了三十分钟 等到我们结账之后 系统就修复了 对然后我那个排队的过程 一直疯狂打哈欠 一直要昏倒的样子 我真的超紧张 看起来很可怕吧 对我很想帮你丢到那个篮子里面 你想要不然你在里面坐的好了 对啊我是觉得 我有点快不行 然后我会暂之会有点这样 往后拱 对往后拱 尽量让自己变小那种感觉 我那时候还一瞬间想说 我是不是要把东西放回去 整车不要 我们先回家 我有觉得你是不是想要把我赶回车上 然后你把它结完之类的 再来疲倦是睡 睡是睡 好因为从第六周开始 就一直睡 我记得有一次最夸张 那时候真的很初情 可能是三周四周的时候 我说你要吃蕴筒 晚一点要打针 对那是我第一次吃口服蕴筒 就只有口服 纯口服 之前是要塞机 打针啊 会塞的 我带狗狗去上厕所 我说等我回来 我帮你打针 然后你先吃 一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直接倒在床上 很熟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想说 你睡得这么甜 我要把你叫醒吗 等一下我觉得 孕妇旁边的照顾者 真的是值得出一本书 你们脑袋里 应该都一直在process 想说 现在是孕妇的症状吗 现在是什么意思 一直在演算 而且你们说 你说万岁上厕了很久吗 没有 我不过就五分钟的时间 我一定要分享 我那时候是怎么样 我吃完蕴筒之后 好想睡 因为我就躺一下下好了 然后就整个就是 passed out 他只是想说 是孕妇会这样吗 所以他放在心里 他没有讲出来 他就只是贴心的等待 你要帮我 没有 我让你睡三十分钟 我觉得你没有要醒过来 我觉得不行 那就是三十分钟睡醒 我就是摇一摇 对我帮你叫醒 我睡长了 睡多久 我自己心里默默知道说 就是吃蕴筒 然后隔天他就叫我吃蕴筒 因为我每天都要吃 他盯我吃药都会 就是说你现在给我吃 不然等等就忘记了 他就要亲眼看到我吃下去 然后我就说 不要你现在不要叫我吃 我吃了会睡着 他就不会 然后我就吃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就去大便 因为我都会就是 睡前最后一件事就是大便 大家都知道我大便要很久 你知道在我记忆中 我那个大便过得比平常还要久 我在里面是旋转 然后在那边扶着 然后在那边好想睡 然后又要想说 不行我要大出来 就是我整个就要喝醉酒在里面 就是我整个在里面直接要睡着了 然后后来我走回来 我是这样扶着走回来 我还回来就骂说 我就说吃蕴筒会想睡吧 但撇除蕴筒 我觉得你就是时不时 你会觉得今天起床精神很好 然后他就会觉得 ok我等一下吃完早餐 我就要出门 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出门了 就会觉得 我想睡觉了 我很容易累 很容易累 一个行程就要让他休息一下 才能再接另外一个行程 很容易累 好下一个 情绪不稳 失眠 因为我睡前都会吃孕桶 所以我不会失眠 哈哈哈 情绪不稳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一直在睡觉 哈哈哈 其实不要讲孕妇 我觉得常人你想睡不让他睡 他一定会脾气不好 你就是让我睡就好了 嗯 其实如果身边有孕妇的话 他想干嘛 他想干嘛 真的赶快让他干嘛 有我发现我会 有点容易生气 我说了我要 但没有立刻被完成 我就有种小火秒燃烧的样子 有一次我就叫你关那个暖气 我就说好等我一下 我就是回玩 因为我对温度很敏感 我没有办法等待 然后我就 好 下一点 恶心想吐 有啊 这肯定是有的 它会越来越加剧 会变得严重 你一开始可能只是怀疑 后面是 你做出一个 呃 干呕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OK我理解孕妇这件事情了 那个感觉是 不消化 然后没有来由的 大概表情一直是这样 然后一直觉得在找地方 然后身体一切都放慢 在等那一个 呃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孕妇 是真的有吐出来的时候 他先吐了一滩 水 水 我可以吐水 那还行还行 然后拿我身体给你 你一直就是 一直不行不行 然后你又转头去 然后他整个就是缓和 才跟我说那一口是口水 然后我以为是吐水 也太多了吧 就是有些人呕吐是因为 你真的喝比较多水的时候 你会吐一些水 所以我原本以为是那个 然后他跟我说全部都是口水 你说你还没开始吐 一直都会想说尽量不要吐 所以我就会让我的思绪完全在这些呕吐的事情上面 然后让他缓和 那一次是感觉你所有的细胞都紧了 特别是这一段 每个细胞都已经说我真的不行了 然后就 分泌很多口水 我从来没有分泌这么多口水 然后瞬间 一口全部把该吐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然后我突然之后 我们就立刻去吃东西了 瘴气 有它是一套的 你要么就是 韵吐 要么就是把气割出来 因为你的激素 那些黄体素还是什么的 它要让子宫慢下来 对 让宝宝可以好好的抓住 其实很多器官都一起被 所以你的消化就会变非常的慢 所以我现在吃饭会少量多餐 或者是我会一直感受我没有副消化 就是如果有我就一定要立刻停下来 不然后面会很惨 好 下一个 乳房胀痛 对啊 超胀的 我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 熔乳过后的妹子 对 因为肚子还不明显但乃超大 对 现在乃真的超胀的 你觉得那种胀感 跟之前她没有怀孕然后 月经来 的那种胀感 认识啊 只是她会一直在 不会随着月经结束她消失 那她会痛吗 会啊 那就跟月经前的胀来是一样 就你随便一碰到就很痛 那下一个 平尿便秘 两个都太好了 我真的必须说 恭喜越来越大之后 你上这首越来越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棒 对啊 恭喜很棒哦 来 饮食口味改变 有 在怀孕可能两周 或是两周以前的那一段时间 她非常喜欢吃菠菜跟花野菜 喜欢到就是 我菠菜一次一大包正常 两个人分量大概半包就可以了 那个已经算是两个人可以吃到很多菠菜 她一个人就可以磕掉半包 我之前菠菜怎么煮都觉得不够 所以我就会很常就是 OK 这一袋 吃了剩下一半的时候 我有机会去超市我就再买一袋 她最后剩了半包 我又买了一包之后 两个菜我都各 买了新的一包之后 突然有一天早上 她就说 那种分量很多的 我不喜欢吃菠菜跟花野菜 都不想吃 所以之后她突然跟我说 我现在想吃香蕉 她想要吃食物 我一概都不碰 就怕她突然哪一天又不要了 就把香蕉剪掉 她就要把剩下全部吃掉 对我最近的爱好是香蕉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买了一个香蕉 因为就临时要去买 因为我很想吃 那我就去买香蕉 然后因为很临时买 然后买到香蕉就绿绿的嘛 比正常的我是不会吃它的 但当天晚上我就这样看 怎么还记得我看了那个香蕉好久 她在洗东西她不知道我在干嘛 不行 我要吃这个香蕉 那会开始那边剥 然后那个皮还很难剥 因为她还没熟你知道吗 硬在那边这样弄弄弄弄弄 然后那很生气她开始脾气暴躁了 因为我想吃她吃不到 她打不开 她就说这香蕉我打不开 你冷静一点我来 我就帮她把中间就是撕一下 然后用这种方式拉出来 她是呈现一个脱衣服的状态 对对对对这样剥开 我说来来来来给你吃 喔你知道我吃到那一口 她拿到布 你拿到第一件事你还说 这头烂掉可以吃吗 因为我头一直这样给她转 她没有烂掉 是你刚刚这样把它弄烂的 她很好 然后我吃到那一口 我觉得 喔人间玫瑰 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香蕉 小当家的音乐就是在背后响起 扇子全部打开 美味 我跟妳讲当一个孕妇 你很常会 时常会感觉到时间变慢了 不管你很不舒服的时候 就会时间变慢 你觉得喝喜悦的时候 就会时间变慢 就在食物太好吃的时候 时间变慢了 而且我觉得你最讨厌的是 你还逼我吃 你觉得香蕉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就看起来就不好吃 她逼我吃了 然后就好好咬一口 然后她说怎么样很好吃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那口感就是一个 还没有到最好吃状态的香蕉 而且有点色色的 就是有种轻轻的味道 不太合我口味 你喜欢你多学一点 我爱香蕉 下一个 分泌屋增加 太好了 那有什么是 网路上没有提到 但是你有的吗 喔我对气味蛮敏锐的 我曾经一个人在家里的后院 觉得有狗尿的味道 就我离开的时候 我才跟她说 你不觉得那个走道一进去 就是狗尿味吗 没有啊 她就一副不相信 我说可是我牵着万岁走 她没有停留 然后她就很生气的转发 看着我 很惊恐 看着我说 你让我觉得我像的味道 其实她很多时候都这样 就是我会闻到一些味道 然后她就说 没有啊 第二句就一定会接触 让我觉得我像一个味道 昨天演唱 就是我说我闻到食物的味道 很久半夜的时候 我学聪明 我沉默 然后沉默了10秒 我还是没闻到 我知道很尴尬的时候 我还没有闻到 可能等一下就有了吧 然后她就是一脸就是 你知道我觉得我像 对啊 快要挤出来的时候 就突然闻到 我真的第一次觉得 被味道救食 有闻到 有食物的味道 你看吧 满足 我现在对味道很敏锐 狗鼻子 比万色还要狗的鼻子 好 那我们就分享完这个 初期的状况 我们就可以去听心跳 你会期待吗 都会有点紧张 期待听到她的心跳 那我们就去听她的心跳吧 走 走 你好像很忙碌耶 就是相机现在在你手上 然后我已经准备好就是录影 等一下就是这个画面 还有那个画面 听说会播出厉害 可以听得到 都准备好了 但是用心量顾的脑 准备好了就好了 前面 有计 Affairs 有目标 看吗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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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黑毛 眼睛 看黑毛 眼睛 在眼睛 你看黑毛 看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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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 me see the zoom in and find a better view for heartbeat OK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hear better There we go You hear that? Yeah That's good OK, thank you Thank you, Doctor You know what I'm doing 有一位媽媽現在充滿了歡喜啊 你在幹什麼 我現在在看一下我剛剛錄的那個聲音 你知道嗎 來,再聽一次 什麼意思 你到底在想要表達什麼 沒有,就很像敲門聲 你有沒有覺得嗎 對 狗狗狗 就這樣 哇 哇 會跟我們分享你帶帶你的東西 對 給了一個張信封 裡面該怎麼像一張卡片 我們來看卡片裡面有什麼呢 哇 有好多照片呢 哇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有心跳 狗狗狗 這是它 東西還很小 好開心喔媽媽 對啊 竟然都有了 就是要健康長大這樣 在這兒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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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見